5分钟左右,突然间网络死了 所以淡了我出去,现在就再进来了 大家首先看看网络 收不收到,听不听到,看不看得到 本身11点都想做这个最正分析,为什么晚了一点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接近11点的时候就出现了大新闻 就关于阿富汗核布尔机场 就出现连接两宗自杀式的袖击 见到路透社,BBC,很多传媒都有他的新闻 因为也有不少片段,一些救援片段,一些伤亡的片段很惨 我就选了一个没有血腥镜头的片段 就放在我们的Belly频道那里 最少13名死亡,几十人受伤 甚至传出有美军受伤 甚至就说,待会也要整理不同消息 关于有儿童,成人,甚至美国人死 但这个也要再整理,因为始终是比较近的新闻 他们也要再跟进一下 多谢阿伊的超级留言 明镜像的今天早上 愿意的目的 晚上 等下午 熟 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